巴黎奧運到暑季時 臺灣目前已經在十五個校目 取得五十二席奧運門票 其中羽球的校目共取得六席 混雙的黎嘉欣和葉紅衛 是臺灣睽違十二年 在有選手取得門票 在二樓觀眾席 親自系上學校特製的 巴黎奧運加油布條 黎嘉欣和葉紅衛回到母校 北市市立大同高中 接受羽球對學弟妹們的祝福 大同的學弟學妹覺得說 不是只有高中身家族或是 就是可能在國內僅限於國內 但我們國際賽甚至 我們還能參加到歐 結果回來母校看著他們練球 就回想到自己小時候努力的樣子 現在小朋友們也這麼努力 那我們當他們的目標 那我們就要更努力 大同高中羽球隊民國八十八年 成立至今 出過許多甲組選手 但能達進奧運的李嘉欣和葉紅衛是首例 李嘉欣分享說世界排名前三十二 才能搶奧運資格 但和葉紅衛剛搭時沒有積分 為此奧運積分二零二三年五月一號 開始起算的前一年就在搶積分 長達快兩年搶積分很辛苦 四月底的奧運積分排名排第十二 確定取得奧運門票 目前最新積分又上升 來到第十 就要征戰奧運最高殿堂 兩人說是對這幾年來的肯定 是人生的里程碑 記者 副財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